中国人权灾难将会持续恶化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28日 美国之音报道 国际人权活动人士表示 即将过去的2018年 是中国人权被受压制的一年 对宗教自由来说 尤其如此 越来越多的批评称 中国的行为可能构成了反人类罪 而中共领导层则对此坚决否认 中国将几十万 甚至可能一百多万的新疆穆斯林 关进所谓的再教育营 在全国范围内 拆除基督教堂 关闭教会 政治一亿人士遭到政府系统性的镇压 总部设在德国的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 迪里夏提说 2018年是中国人权灾难性的一年 中国的各类人士都因人权遭践踏 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去年实施了历来最为严酷的迫害人权的政策 强制劳工 在否认了长达好几月后 中国承认了新疆存在着关押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再教育营 但同时开动宣传机器 在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中国将这些拘押中心称为职业教育中心 并称这是为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与此同时 北京尚未证实到底有多少人被关押在这些中心里 人权活动人士指出 在以所谓职业培训为名的工厂里 被关押的扫数民族穆斯林 被迫强制超时劳动 而且不给工资 除了新疆外 还有报道说 中国在宁夏回族穆斯林扫数民族地区 也见有类似新疆的再教育营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迪礼下题 指责说 这些都突出说明了 中国共产党残害穆斯林扫数民族 控制宗教组织的极端行为 总部设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基督教人权机构 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始人 傅希秋说 这是21世纪的集中营 就像纳粹德国在上个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集中营一样 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坚决表示谴责 并敦促中国当局立即停止这一罪行 呼吁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人权活动人士还呼吁各国政府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官员 实施制裁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说 新疆的在教育营等侵犯人权的现象 可能构成反人类罪 他在上个月和一组来自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 曾发起一项议案 呼吁国会关注中国压制人权现象的国际影响 这个获得两党议员支持的议案 呼吁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经济制裁等在内的措施 维护维吾尔人等穆斯林扫数民族的权利 中国称 如果美国实施制裁 中国将按比例进行报复 强化的迫害 不仅仅是穆斯林成为中共的打击迫害目标 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说 中国也对基督徒社团加强了打压 当局拆除他们的礼拜场所 在一些地方 当局还要求18岁以下的人不得进入教堂 不得受宗教影响 中国官方信奉无审论 但表示准许宗教自由 在12月早些时候 中国警方逮捕了牧师王仪 和他所在的四川成都 秋雨圣约教会的100多名信众 中国当局发起的这次逮捕行动 可能是起因于王仪发出的题为 宗教战争陈思路的声明 他在声明中强烈谴责中共 并敦促基督徒进行公民抗命 傅希秋最近在接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 谈到成都镇压基督徒案的时候说 自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 这只是中国进行宗教迫害的冰山一角 政治意义人士 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基督教团体 华人基督徒公益团企的 刘仪牧师说 假如背叛罪名成立 王仪可能背叛长达15年的监禁 他发誓不会认罪 除非遭受酷刑 刘仪说 中国当局拘捕王仪牧师 有双重的目的 一个是打压基督徒 一个是封杀中国政治意义的声音 因为王仪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 加尔文教派是基督教新教当中 一个强调社会正义的流派 刘仪表示 王仪深受加尔文教派的影响 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和维权的人 因此 他的教会形成了很多团契 为这些人提供帮助 在中国政府眼里 他的教会已经成了政治意义者汇聚的地方 改善无望 在联合国对其人权记录 进行定期审议期间 中国为自己进行了辩护 称对中国的批评 具有政治动机 一些联合国成员国 蓄意无视中国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但是对批评者来说 2019年中国的情况不妙 香港人权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说 我看不到来年有任何改善的迹象 事实上 去年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公开的赤裸裸的违法 完全蔑视他所设立的司法系统 何俊仁说 王全璋律师依然被关押且不准与外界联络 这一事实就证明了 中国不把自己的法律当回事 在2015年进行的大搜捕行动中 被抓捕的300多位人权律师 和活动人士当中 王全璋是最后一个被审判的人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 和其他三位被抓律师的妻子 一直在奔走 试图谋求王全璋和其他人获得释放 他们最近剔掉头发 表示抗议王全璋被关押三年多 李文足说 他们无耻地践踏法律 因此我们今天要用踢发来表示抗议 显示他们持续地无耻地践踏法律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最新工业数据不佳 2019年前景不乐观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28日 德国之声报道 11月份中国制造业利润增长 近三年来首度下滑 经济专家预计 明年该数据会继续走低 中国国家统计局 本周四宣布的数据显示 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947.5亿元 当月同比下降1.8% 出现自2015年12月以来 首次同比负增长 根据统计局网站消息 统计局工业司和平认为 从11月份工业利润当月情况来看 主要受工业生产销售增速放缓 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回落 以及成本费用上升等影响 路透社指出 在经济继续探底的背景下 预计明年工业企业利润 仍会面临较大压力 海通证券宏观团队的江超余博表示 今年以来 受量价量方面因素影响 工业企业收入利润增速双双下滑 在经济仍在探底 通缩风险升温的背景下 2019年工业利润增速或仍趋下行 2018年1月至11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11.8% 增速比1月至10月份减缓1.8个百分点 今年前11个月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34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7个行业减少 减少的行业包括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岩加工业下降16.9% 汽车制造业下降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0.4% 专家认为 生产销售放缓价格承压成本上升 都是工业利润增长走低的主要原因 有经济学家认为 从该数据也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明年将面临更多的风险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影响 许多企业不会冒险投资 制造业受到压力 不久前出炉的数据 零售业的增长也不如预期强劲 这是中国经济正在放缓的又一个讯号 北京的目标是 2018年经济增长达到6.5% 然而 与美国的贸易纠纷 让未来前景变得模糊不定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不豪还是土豪 刘强东 李国庆等 落入表人榜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28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刘强东躲过了美国一场官司 却被一位知名女作家 66 授予表人称号 这不能不说 与另外一位豪富 李国庆捧留有关 李国庆在贩卖自己的一套女人金时 遭批天盖地痛斥 容生表人榜 有评论指 中国富豪这般品性 尚属土豪之列 哪年哪月加入他们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 恐怕还远着呢 大约这一场对土豪的指责 与今年兴起的米兔运动 世界范围内 女权意识的再度复苏 有重大关系 本来京东电商巨头 刘强东 涉嫌强奸案在美尘埃落定 检方最终决定不予起诉 刘强东写给妻子的公开道歉信中 承认自己行为不轨 但暗示非强奸行为 没有违法 女方顶多可追溯民事责任 这一切似乎就要这么过去了 但就在这时来了一个帮倒忙的亿万富翁 李国庆 李国庆一番 关于勾引女人的学说暴露后 在中国网络遭到猛烈的声讨 似乎爱扮演刘强东 人生导师的李国庆 应是导致表人榜出事的直接导火索 世界日报有评论指出 原来人人都以为 中国的新富阶层 分成两个档次 一档叫富豪 一档叫土豪 然而 2018年一年之间 好多中国富豪都自己私下话皮 露出土豪的粗鄙和天生的猥琐 圣诞平安夜 当当网创始人 李国庆 点评刘强东 美国性侵暗称 认为男女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 非性侵 只是婚外性 对股东和员工 谈不上伤害 非婚外情 只是性 对老婆伤害低 非嫖娼 对社会风气负面影响低 虽杀风景 但华得来 李国庆还以过来人口吻 叫刘强东今后学会自我保护 并传授了几招 与女性安全交往的方法 到底年头不一样了 这种男子中心 视女性为玩物的低劣意识 在中国网上找来骂声连连 连李国庆创办的当当网 也毫不留情地出面撇清 并予以强烈谴责 许多网民也对李国庆 对刘强东 婚外性行为 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关怀 感到吃惊 在众多的骂声中 著名作家六六的表人榜 最为厉害 可谓指导土豪低劣意识的核心 六六在题为表人的共业的文章中 开门见山写道 我心里有几个好人 有几个表人 对于好人的态度 就是一定要做更好的人 以成为他的朋友 对于表人 离得越远越好 按照他的划分 贾跃亭肯定是个表人 以抗蒙拐骗为生 屡屡得手 在股价最高时套现 又重新借钱给公司发展 刘强东肯定是个表人 他把被他占尽便宜的女孩 说成是主动勾搭他 还让人民日报为他背书 说他无味 你自己家伙看不住 到处乱射死出门 不带保险栓的吗 接下来 六六把把子 对准了李国庆 就不要提李国庆这个表人了 公开宣扬自己的宴情史 说什么事前说清楚 不是爱情就可以不负责了 婚外情也分三六九等 就凭你那为所样 你觉得一个女人跟你上床 又不爱你 难道是因为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一结果 恰巧碰上猴子摘逃吗 作家最后声讨 你们这些有钱男人 都公开堕落成这样了 光着屁股满世界被人看 把老婆脸打得啪啪的 完全不顾忌自己的孩子 有一天也会长大成人 你们如此不要脸 国家民族颜面都丢尽了 为何要我们女人背这个锅 11月的时候 另外一位富豪 于敏红 说了一句 针对女性的不当言论 也遭到舆论猛烈的谴责 富豪或者土豪们 是使劲摆脱猥琐 真正学会尊重女性的时候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韩国瑜提引进陆资炒房 专家痛批 影证只可如自杀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28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新当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25日就职后就抛出放宽 陆资投资高雄购买房地产的议题 有房产专家打脸韩国瑜说 吸引陆资是影证只可的自杀行为 而香港正式遭受过中资炒作最惨痛的经验 韩国瑜当选后 接受台湾媒体工商时报专访时表示 新政府完全是新利的政府 施政的目标是提振经济与民生 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提到放宽陆资投资高雄购买房地产时 韩国瑜表示 他会利用列席行政院院会的时机 向中央政府反映 并了解高雄市民的多数民意 探寻可以接受开放的程度如何 韩国瑜说 开是一定要开 但要让大家认知 开放是有好处的 并在接受度愈来愈大后 在逐步扩大开放的步伐 这方面我要拿捏 台湾掌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主委 陈明通 27日受访回应 酸了一下韩国瑜 陈明通说 有关陆资买房 陈水扁政府 马英九政府都有开放 并设有543条款 也就是贷款不能超过五成 买房子住四个月 三年不能转卖 他表示 过去一段时间 陆资在高雄买房地产 占台湾的二成多 陈明通说 现在新上任的县市长 都应对两岸事务 先多了解 鼓励他们多了解 有不了解的 我们很愿意为他们说明 台湾相当知名的 网红房产专家 史卫 在脸书发文批评 全世界都在阻挡陆资炒房 引陆资是饮阵止渴的自杀行为 人人皆知 就你这蠢蛋不知 他还进一步表示 高雄又老又穷的人不开心 都你们这些有钱人 再一来一去 来得多 就买光高雄 谁还买得起 陆资还没到 在地的建商 已经抢先卡位高雄 根据高雄市政府的政局 第四季开发区土地标售 其中一块土地 中都新都段334地号 以每平台币99.99万得标 比第二高标还高出台币1亿元 引起市场高度关注 根据台湾内政部 营建署公布 2018年第二季房价负担能力统计 全台湾房价所得比9倍 也就是平均9年才买得起房 而台北市高达15倍 高雄市仅7.94倍 低于平均值 相较于台北人 六成收入缴房贷 高雄的房贷负担率 只有三成二 住商不动产 企划研究室经理 徐嘉欣 27日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 如果资金进来是投入产业 当然可以促进地方繁荣 但如果只是停泊在不动产 短时间看到荣景 中长期对区域发展相当不利 徐嘉欣说他们炒房炒到后来在地人买不起 这样好吗 这事情我比较不大能认同 到最后一定是本地人民承受这一切 炒房是最快的方法 但它也是毒药 短时间GDP增加了 像前几年台湾房地产好的时候 大家好像一片熔景 但是现在萧条之后 其实大家状况都不是非常好过 红色资金炒作香港房产 中等家庭35年不吃喝才买得起 香港就是中资炒房最典型的例子 1997年之后 香港涌入中国大量移民 红色资金流入市场 也成为推高房价的元凶之一 据报道 目前香港岛中型房屋价格超过每平方米20万港元 香港平均房价是香港居民全年所得19倍 而偿还的房屋贷款占所得约70% 彭博社曾经报道 香港收入中等的家庭 平均要35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房 香港评论员郑宇硕分析 中国大陆权贵考虑转移资产或是移民时 香港是他们的首选 香港是个小地方 任何一个小地方大量资金流入 推升房地产价格相当显著容易形成资产泡沫 郑宇硕说 高房价明显的受害者就是年轻的一代 年轻的一代根本买不起房 要是没有父母财政的支持根本就买不起房 郑宇硕指出 中国经济遭遇下行的问题 不少大富豪资金调动困难 中国本身对资金会出门槛也提高 现在中国有钱人眼光已经放大到国际大都会 从今年年中以来香港房地产已经明显回落两成左右 高雄的吸引力恐怕更有限 韩国瑜靠着要翻转高雄又老又穷口号 夺下民进党执政20年的高雄 在地人士私下认为 韩国瑜当务之急是解决高雄低薪就业不足的问题 引进入资草房地产 在地的高雄人魏蒙齐力可能先受其害 而在外地的北漂族恐怕离家乡更远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